好 昨天连胜五呢 迎娶陆勇佳 用五辆的凯迪拉克轿车呢 来迎娶车队相当的气派 那么其实这车队呢 都是 玉龙董事长严凯泰有情赞助 其中连胜五呢 搭乘的是防弹理车 这还是严凯泰自己平常做的座车 号称是全球顶级的防弹理车 车身不但是能够抵挡子弹 轮胎被射破还能够继续的开 而且车底引擎室还有防爆的装置 连手榴弹都可以抵挡 全台就这么一辆 要价1400万元 五辆凯迪拉克豪华坐车一字排开 连战小儿子连胜五迎娶陆勇佳的车队 阵仗排场这么醒目 要人不多看一眼 也难 司机一大倒就开始忙着绑红线 拉布条 慎重骑士不能出纰漏 因为这些车子全部都是大有来头 玉龙董事长严凯泰有情赞助的豪华坐车 其中连胜五搭乘的这一台 可是颜凯泰自个儿在开的防弹领车 开迪拉克TDS高级防弹车系列 颜凯泰之所以喜欢 除了气派当然还有性能 不仅手枪步枪不怕 就连物资冲锋枪也是打不穿 轮胎也有防爆装置 就算被子弹打穿了 还能够继续开 车底板的厚度甚至能够抵挡得了手榴弹 引擎室和车底还有灭火功能 而且车内还配有氧气瓶监听系统以及广播器 全台湾就颜凯泰这么一台 要价1400万 谢谢好谢谢拜拜 自己的坐车这回连家娶媳妇 颜凯泰二话不说大方出界 除了和连家好交情之外 也为自家代言的防弹领车 免费赚到了曝光版面 随着转出界为王淑敏黄一群台北采访报道